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六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美国重拳制裁中国人大高官 中方强烈反弹 美国7日就香港打压民主派而对14名中国高官下制裁狠招 引发中方强烈反弹 美国撕破脸的举动使美中关系未来走向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在14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日登上美国财政部的新制裁名单后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 指责美国三个严重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以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表示中方将做出对等反制 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榜上有名的中国高官们与此前已被制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同属副国级官员 美国今年8月也宣布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中港官员 相较于中方当时的云淡风轻 认为美方行动无实际影响 但这次中国的暴怒反弹 罕见召见美方外交人员 让本就扑速迷离的美中关系显得更具戏剧性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元表示 预计美国这次的制裁大棒确实会影响现阶段的美中关系 虽然中国强烈谴责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实质政策回应 中国也知道 特朗普总统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执政时间 所以这次制裁是否会对未来美中关系有显著影响 还是要看新政府如何回应中国侵害人权的问题 叶耀元还表示 预计中国将利用对等原则 做出对美国制裁11名中港官员时的相同回应 不痛不痒地挑选14名美国官员进行制裁 应该不会动大刀 只是象征性的方式禁止某些美国官员入境 但应该不会涉及外交官 近年来 美国与中国在人权议题上的对立越发严重 美国国会先后针对西藏 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推出一系列法案 引发中国不满 例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在例行记者上 形容美国国会众议院7日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 与选择法是美国政客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名遏制打压中国 借香港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 不过 该法案的发起人之一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 7日在众议院全院审议辩论上把香港比作冷战时期的柏林 强调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对垒 而香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无论是从地理上 还是从道德上 香港都处于这场竞争的前线 中国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是在测试我们是否会有所为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将为目前身在美国 但返港后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香港永久居民 提供临时保护身份 要求美国政府在移民政策类别上区别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移民申请 加快处理港人赴美难民申请程序 与此同时 法案提倡国际合作 鼓励理念相近的盟国为受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 马林诺夫斯基特别介绍说 法案旨在以超越人道主义的方式对中国造成威慑 我们想告诉中国政府 如果你压制香港 你将失去那些作为香港繁荣核心的优秀人才 这些优秀的民众将来到美国 为美国的繁荣做出贡献 海外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民表示 由于目前香港局势极为严峻 大批港人面临刑事指控 香港人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援 有鉴于此 我们需要多管齐下 为香港人开通各式离港通道 而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恰恰能做到这点 像是临时保护身份可以让香港人合法在美逗留和工作 恢复港人移民申请区别待遇5年 为那些正在寻求离港的人士提供了选项 还会要求美国国务院与其他国家合作 出台类似的保护港人措施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 在致辞时则引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 早前有关中国 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威胁的评论 提到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点主席林朗燕 及成员周庭被判刑一事 批评中国显示出与自由为敌与残酷压制者的面貌 因此美国将透过法案向中国表态 我们要既有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提醒中国共产党 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并与自由同在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拜登指定首位 美国黑人担任美国防堂 拜登新内阁的一名重要职位人选拂出水面 推力将领奥斯汀被指定为防堂 他曾领导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地的军事行动 实战经验丰富 之前的防肠热门人选 对中国态度强硬的俘虏努瓦并未得到提名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了 拜登决定任命劳埃德奥斯汀 担任美国防肠的消息 这名67岁的退役 将领会是美国首位黑人防肠 拜登计划在本周正式宣布这项任命 奥巴马执政期间 奥斯汀从2013年至2016年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他曾领导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地的军事行动 于40年的军旅生涯中 他还曾经被派驻过德国 奥斯汀对华态度尚不明朗 这位退役将军毕业于西点军校 据南华早报报道 他平时低调寡言 很少参加新闻发布会或讨论会等公共活动 奥斯汀的发言人表示 奥斯汀本人拒绝置评被提名的消息 拜登过度团队的一位发言人也不愿置评 鉴于与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等原因 领导五角大楼的人选受到关注 除了奥斯汀之外 对中国态度强硬的俘虏努瓦 被视为是热门人选 据纽约邮报报道 俘虏努瓦今年六月份曾发文表示 如果美国军方有能力在72小时内 击沉南中国在南中国海所有的军舰 潜艇和商船 北京在封锁过入侵台湾之前可能会三思 他们将不得不考虑是否值得将他们的整个舰队置于危险之中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报道 接近拜登交接团队的一名前国防部官员透露 拜登团队认为奥斯汀是安全的选择 他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将领 且应会是忠于执行拜登任务的好部下 比起同样被视为潜在人选的约翰逊或俘虏努瓦 奥斯汀日后与总统关系紧张的几率会减少 或许分歧更少 关系会更顺畅 奥斯汀不会让人大吃一惊 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会独立思考的人 南华早报报道 奥斯汀退休后加入了武器制造商 雷神公司董事会 这家是五角大楼最大的承包商之一 他也是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纽科 和医疗保健公司泰尼特的董事会成员 被正式提名后 和其他内阁成员一样 奥斯汀还需要参议院的批准 以及国会的豁免权 因为他不符合退役军官接掌国防部 需等退役满期年的规定 背景是五角大楼本领牛文官担任 特朗普2017年提名马蒂斯出任反抗 当时马蒂斯获得国会同意豁免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美国媒体调查报告 中国间谍渗透美国政治圈 美国媒体Azios独家报道揭露 一名称作芳芳的女子在2011到2015年间 在美国政界交友广阔 还与至少两名市长发展暧昧关系 借此影响美国政治圈 美国媒体Azios在8日发表的调查报道中 揭露了一名疑似为中国特工的女性 在美国政界经营人卖网络的始末 虽然这名疑似为中国特工的女性 看似在奥巴马时期已经结束活动 而且美国官员也没有发现 她取得或传送机密情报 但是她的行动却提升了 美国对中国情报活动的警戒 Azios报道 这项间谍行动的核心是一名叫做方方的女性 她瞄准湾区的地方官员 或者在美国全境寻找有潜力进军白宫的官员 Azios以长达一年的时间制作了这项调查报道 访问了多达22名前任民选官员 政治行动者 前任学生等时接认识方方的人士 认识方方的友人表示 方方是在2011年于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注册入学 当时她大约二十几岁快三十岁 或是三十出头 她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 并曾在2012年收到了中国驻旧金山领馆教育组的荣誉证书 根据美国情报人士以及一些认识方方本人的友人称 方方利用政治聚会 公民团体的研讨会 竞选造势活动以及校园活动一些民选官员或一些知名人士接触 一位认识方方的湾区政界人士回忆说 方方把自己定位为亚裔美国人社区和国会议员之间的桥梁 同样认识方方的现任弗里蒙特使议员拉杰·萨尔万说 她记得她很活跃 也曾对她认识如此多政治人物感到吃惊 根据一名美国情报官员以及一名曾经民选位官员的政治人物所说 方方在三年内与至少两名中西部的市长经营性关系或恋爱关系 两名情报员指出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电子监控取得的证据 方方至少有两次和民选官员有幸方面的互动 其中一名便是中西区的市长 美国反间谍官员告诉Azios 美国官员是在监控另一个目标人物时注意到方方 他们怀疑那个人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在中国驻旧金山领馆以外交官身份卧底 他们在调查这名疑似卧底人士时发现 方方和这名人士时常在各种场合见面或谈话 联邦调查局才接着对方方展开监控 一名前任反间谍官员表示 方方频繁在美国各地移动 已接近美国官员 让他们更怀疑方方有任务在身 Azios报道 其中一个方方接触的著名政治人物是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史瓦维尔 根据现任情报员与湾区政治活动家所说 方方在2014年参与了史瓦维尔连任竞选的募款活动 该政治活动家目睹方方代表史瓦维尔募款 他也曾经协助安排至少一名实习生进入史瓦维尔的办公室工作 史瓦维尔办公室提供给Azios的声明称 史瓦维尔议员曾经在8年甚至更久以前提供给联邦调查局关于此人的资料 而议员本身已经有将近6年没有再看过这人 事实上 情报机构当年对方方的活动起疑 并在2015年左右警告史瓦维尔 也提供史瓦维尔所谓的预防性简报 Azios引述情报员称 史瓦维尔接获通知后马上断绝所有与方方的联系 目前史瓦维尔没有被指控曾有任何失当行为 在情报机构调查期间 方方在2015年中无预警地离开了美国 Azios试图透过电子邮件和脸书联络 她都没有回复 Azios访问的美国官员认为 此案是中国主要间谍机构在2011到2015年间的一项政治间谍活动 而方方只是众多中国情报员的其中一人 Azios访问到的反间谍官员表示 他们相信方方是在中国的主要间谍机构 国家安全部指挥下工作 由于许多对美国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都是从湾区起家 中国也认知到加州的重要性 再者 湾区也有美国极历史悠久而广大的华裔族群 掌握这些社群的情况也是情报分子的重要任务 他们认为这是方方选择湾区的理由 Azios报道称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中国的间谍活动已经变得更积极而大胆 而方方的案例显示一个极有决心的个人能够如何深入美国政治圈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中国运用大数据科技关押新疆维吾尔人 据人权观察报道 中国政府使用警方搜集的大数据资料 福利关键字 大量关押新疆维族人 其中有人只是没有固定地质或是属于不放心人员 人权观察9日发布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 表示他们运用一份从新疆阿克苏县流出的囚犯名册证事 中国政府运用大数据科技 关押当地的少数民族穆斯林 此前 人权观察曾揭露中国 运用名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计划 透过新疆当地的调查系统来收集 集会成与穆斯林居民有关的数据 并将被视为潜在威胁的人推送的官员 这些官员会根据综合表现与其他资讯来进一步审查 将一部分人送往在教育营或其他机构 2019年 人权观察透过逆行工程的研究 也就是针对一个软件 进行逆向分析与研究 发现一体化平台将许多合法的行为列为审查的标准 此次他们取得的阿克苏名单内容 包含新疆当地官员 对相关人员是否应继续被拘押做出评估 而一体化平台当中的关键字眼 也频繁出现在这两分名单中 人权观察表示 这两分名单都显示新疆政府 在执行强制思想转化的过程时 会根据哪些具体的条件 挑选与审查该被送往在教育营的人 中国官方使用一体化平台 协助官员选择关押目标 人权观察的中国部 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 这份阿克苏名 进一步让我们窥见 中国对新疆突厥义穆斯林的粗暴镇压因高科技而如虎添异 中国政府欠这些人员家属一个说法 他们为什么被抓走 如今任在何方 人权观察表示 阿克苏名单上有超过2000个当地居民的基本资料 而经过专家鉴定后 确信名单上所有人都是维吾尔人 男女比利各班 这些人是在2016年中至2018年底 陆续被当地政府关入在教育营 一天内最高的被捕人数是100人 人权观察用之前所取得的新疆官方文件 与阿克苏名单做比对 并邀请两位广泛研究新疆在教育营议题的专家 检视整份文件 证实了这份名单的真实性 人权观察也让来自阿克苏地区的维吾尔人 检视这份名单 他们从中指认出至少18位直系亲属的姓名 人权观察的分析指出 阿克苏名单上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因为日常点合法且非暴力的行为而被捕 中国政府此前曾宣称一体化平台 是一个精密且有预测性的科技 能够透过精确打击犯罪人员来维护新疆治安 人权观察根据阿克苏名单 列出了21种会让一名维吾尔人 被新疆官员认定为可疑人士的行为 其中一些行为包含 未经官方许可让子女学习古兰经 未经官方批准传授古兰经 或听取这种传授 穿着宗教服饰 例如照跑点面纱或续湖 生孩子超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允许的数目 未经官方许可参加朝近 出国造访敏感国家 包括土耳其点阿富汗点沙特阿拉伯和吉尔吉斯斯坦 造访阿克苏以外的国内地区 包括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喀什等地 或北京点上海等中国其他城市 此外 连没有固定地址点使用非自己名字登记的手机门号 或是属于80后点90后不放心人员的维吾尔人 也可能被关系在教育营 根据人权观察分析 名单中约有10%的人被当地官员贴上恐怖活动 或极端思想的标签 而对这些维吾尔人来说 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不然当地官员会推定他们有罪 阿克苏名单也显示在教育营 大致分成三种关押等级 普管区 盐管区与抢管区 名单中显示有些人会因生病或准暂时返家 但是康复之后 又会马上被送回在教育营 这份研究发现 逮捕对象往往是由公安机关 或当地的行政官员决定 被捕的人员无法联系律师或亲属 也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权利 王松连说 所谓的预测性警务平台 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用来掩饰镇压突厥 以穆斯林的一种披着科学外溢的遮羞度 中国政府应立即废除一体化平台 彻底删除他已收集到的数据 并全面释放新疆遭任意拘押人员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世界人权日前夕中国维权律师群体抢遭限制出门 12月9日 多名中国维权律师与其家属在推特上发布被扑名人士阻止出门的视频 其中 北京国宝相余文生的妻子许念表明 他们要阻止他参加外国使馆举办的世界人权日活动 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前一天 多名中国维权律师或其家属在推特上发布视频 表示家门口一大早便被多名身份不明的人士堵住 不让他们出门 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念表示 他今天早上6点20分左右开门想送儿子上学 门口却站着三个北京市的国宝 表明不让他出门 他说 他们明确说我12月9日跟12月10日肯定出不了门 我要求出门运动一下 现在都尚未成功出门 他们有三个人堵住门口 楼下也有约四个人 他们有提到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 也有说要阻止我去参加欧盟与美国使馆世界人权日的活动 曾因709大抓捕案被中国政府判刑关押的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 足与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翘玲也分别在推特上发布视频 表示大批身份不明的人士早上6点便堵在他们家门口 不让他们送孩子上学 不让他们出门遛狗也不让李文足带父亲去医院看病 李文足在推特上发文写道 9日早上5点27分便有身份不明的人士用胶带贴住他家门口的摄像头 而早上6点便有人按他们家门铃 门一开便看见至少6名戴着口罩的男子站在他家门口 他在视频中质问这些人的身份 但对方始终不愿表露身份 其中一人试图与王全璋对话 但被李文足阻止 之后李文足要带父亲去附近医院做检查 门口仍有三名男子党在门口阻止 李文足表示 他已打电话报警处理 但目前警方未前来处理 门口的人也还在 他说他们不说明自己身份 也不出示证件 他们就说不让我出门 然后便拦住不让我走 其中一个在门外的是今年4月27日 送王全璋从济南回到北京的卫姓警察 虽然后来在王全璋与他交涉后 王全璋顺利带儿子出门上学 但是门口仍有三个人挡在门口 不让他出门 李文足说 我家这边是两批人 一批是济南来的 一批是北京石井山的 卫姓警察告诉我 他们只负责权章 我归石井山馆 刚才开门 门口坐着三个人 他们带着便携式椅子 另一方面 中国人权律师谢燕毅也在推特上发布视频 显示自己家门口一早也出现三位身份不明的人士在站岗 同样因709大抓捕被中国当局判刑关押的人权律师李和平则是在视频中站到自家屋顶 大马站在家门口的赌门人士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的研究与倡议顾问蓝宁表示 中国政府因将世界人权日视为敏感时刻 所以为此限制中国公民的行动自由 包含阻止他们出席相关活动 中国政府的做法显示 他们对外宣称会遵守国际承诺的说法 根本是虚假的 当异议人士因说出中国现实状况而被中国政府打压时 这代表中国根本没有言论自由 许燕也表示 虽然她会极力争取自己的行动自由权 但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任何形式的抗争恐怕都没什么作用 当时几个人堵住楼道时 你根本寸步难行 去年世界人权日时 我也被禁止离开家中 而当时其他人权律师的家属仍有行动自由 但今年连他们也被禁止出门 第六个新闻事件是中国教授翟东升公开演讲资本 渗透华尔街影响美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东升 在公开演讲中用吹嘘的语气 自曝中共在过去几十年中 利用对美国华尔街的资本渗透来影响美国政治 在视频火遍中国社交媒体的几个小时后 被迅速全网下架 但翟东升的言论 已经引起了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被称为习近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 11月28日 在一场公开演讲中 毫不掩饰地提到中国政府 通过渗透华尔街的资本左右美国权力核心圈 前面特朗普政府跟我们打贸易战 我们为什么搞不定特朗普政府 为什么以前1992年到2016年之间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 两个月之内搞定 就是因为咱们上边有人 我们在美国的权力核心 劝我们有我们的老朋友 该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 随后被官方紧急下架 然而在海外网络上引起了讨论热潮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负责调查美国大选舞弊的律师鲍威尔 也在推特上转发了该视频 暗示拜登及家人从中国获取政治现金 此外 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也就这个视频做了报道 并评论说我们的精英与中国的勾结是真实而广泛的 翟东升所讲不无道理 据华尔街日报12月4日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鹤两年前会见了来自华尔街的商界领袖 企图通过他们向美国政府施压 为贸易战谈判争取更多筹码 报道说 中国已开放金融市场换来了华尔街的坚定支持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署后 高盛和摩根市单利获得他们在中国的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权 此外 花旗集团在中国也获批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 观察人士认为莱东升此次将中共向世界输出用钱打通关系的腐败模式 彻底揭露了出来 输出腐败是中共政权一个万能的钥匙 他们觉得可以打开任何一道门 特朗普总统过去提到华尔街跟中国权贵和中共政权苟合 一点也不为过 此前20年 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不遵守审计和披露原则还能挂牌 正是因为华尔街资本对美国政界施压 美国政府没有办法要求中国公司跟美国公司一视同仁的去遵守美国的法律 就是因为华尔街这些投资银行的大老门游说所有立法人员 为了繁荣美国的资本市场 中国公司有些特殊的要求 没问题 给他们放行 结果是美国的官员也好 掌管这些法门的这些人也好 都让中国公司过去了 观察人士认为受贷东升演讲的影响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华尔街会迎来重新洗牌 迫使华尔街为了自身信誉度 重新考虑和中国的关系 过去的四年当中特朗普政府 他的官员绝大多数人都是中国用钱买不动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届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战 科技和军事竞争这些方面那么有力量 这是这届政府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财东升所讲的在过去几十年中 中国可以通过游说美国商界精英和政客 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 这种情况是在美中两国关系友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是美国想通过中国来制衡苏联在亚洲的力量 而做出的让步 大背景是说和平演变战略思维 尼克松曾说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 这个对世界更危险 这种思维造成了中国有机会来游说 有机会影响个别人 但对两国关系没有决定影响 随着近几年美中两国局势紧张和共同利益的收缩 中国通过暗箱操作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小 根本利益不可能靠小人小会能买通的 尤其是习近平上任之后 鼓吹大国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苗头美国政界是警惕了 警惕后这种机会会越来越少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